新婚小夫妻想晉升有可一族 黎孟想又更进一步 行政院拍板通过新清安房贷 针对首购的房贷族 释出大利多 只要是本人配偶跟未成年的子女 没有自用住宅的话 都可以来申请 清安房贷利率政府加码补助一码 一段式利率从原先的2.025%降到1.775 预计8月上路 除了利率补贴还有三大优惠 包含最高贷款额度增加到一千万元 贷款年限由三十年延长到四十年 宽限期也从三年延长到五年 自己有算过大概整体来讲 增加了每个月大概需要两千到三千左右的 一个贷款金额这样子 那其实在清安贷款下来 就是这一次有加码去调息的一个部分的话 其实就有回到我大概就是两年前 那个时候看到 因为将近大概1.7左右的一个利率 年轻人真的是买不起 真的买不起 你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忙 真的是买不起 以目前新旧清安贷款来比较 四十年期一千万房贷 五宽限期 每月平均负担 本息三万零四百多块 可以降到两万九千多元 月审一千三百零二元 整年下来可以省下一万五 毕竟现在房价高涨 更何况就是六都跟新竹县市的 它的这个总价通常会比较高 所以要有这个一千万这样子的额度呢 它比较能够应付它这个总价额的这个款项 首购组的房贷大礼包补贴三年 让房贷组资金更灵活运用 偿还房贷的压力也更是减轻不少 三熊 郭宇轩 科普市 台北层部